原來已經開球了 既然這樣的話,我馬上去分享一下 你馬上去分享一下 老香哥,可以先開球 好 大家好,又是我們 Hello 又是分數網路機客和我們又來了 我們又來了 不過就要等下看看有沒有人 對,給點Like好 有一個,有人在看 開始在看了 對 先分享 你分享了應該會有很多人 其實人們不是在那邊的 好 那先預備一下 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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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Like 好 好 坐定 坐定 不然現在是吃飯時間 但是都坐定 不要說話 今天的人是不是去了看流星雨 咦 流星雨 對 今天有這個流星雨 咦,是嗎 對 好 好 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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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不是 連線欠佳 等一下 好嗎 好像有人來 有呀 不用 不要緊 好,開始有人了 因為你那邊分享 就開始有人了 別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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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顧一下 上次 好 真的 好 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 上次 我們上一集 我們說了哪些股 我發覺我要認一下 好 為什麼我要認聰 因為我覺得 我找到老坑兄你來做 拍檔你一下 簡直是厲害 你不要說那麼多 我記得有個朋友在你Facebook上貼了一件事 然後你也貼了我 我就看到 是的 然後我發覺 原來你上次說了幾隻股 不如回顧一下 上次說了幾隻股 好啊 好啊 我最有印象的第一個故事 就是賭鼓Turnaround 是 好,那我們先看看 賭鼓Turnaround 1928 1928 1927 1927 說一下 看看最近 嘩 嘩 我們大概兩個星期前都出發了 應該是 那時候還沒有破 對 還沒有破十字星 對 這個位置而已 嗯 那時候三十元左右 三十元 對 三十元鬆一點 現在就 今天收就收 三十二 七都升了成 差不多 差不多 只是選擇的話 應該有了 有了 有了 你也入了一排價 剛剛好 剛剛過了一個價位 所以 就 都不少東西了 那 還有另一隻 我記得 992 你慢著 這隻有沒有follow up 現在 賭鼓呢 我們看看 1928 按一下 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行 不要緊 我們真的在做Live 對 我們真的在做Live 我們真的在Live 我們真的在Live 所以 你看到的 打錯字都是會 照樣出來的 對 好 那 就 sorry 我們真的在做Live 有些下落 非常多下落 那 好 講回 1928 就半年了 剛好半年的位 不久 預計可能都會有些 撤回 但是 你看到另外的那些 例如 27 27 如果說半年 就反而在背後 對 一點 又或者 之前 出了 早點出來的業績 嗯 但是 那些人說 覺得一般 因為怕 1128 都上得回來 都上得回來 所以 其實 就似乎 暫時的看法 就是 預計 應該賭鼓呢 走得最快 那兩隻 現在走得最快 應該是 1128 和27 都是最領先的 如果是 這兩隻 你預計 可能 會有些少 撤回 但是 應該兩三個 不會很多 那 如果 現在有貨 在手 那 八月 如果你是 期權 八月 就 吃了些 或者 起碼拿回本 如果 九月 我覺得可以繼續 如果 你的期間夠長 或者 有些人 拿正股 可以繼續 那 我也覺得 但是 你就要預計 可能 到月尾 中間那段時間 會有些 撤回 但是 應該 看長一點 只要 現在的 環境 或者市場 氣氛 仍然 OK的話 還是 轉回行業 炒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對 如果你通常 轉回行業 都不會說 很快 是 那 故事 你說的 由虧錢 沒有虧錢 甚至乎 變賺錢 其實你是可以 衝到很遠的 另外 你又認好 我又先 老實實 我錯了 又錯了 我就不懂 我上個星期 上一次直播 又說了 就是1128 我自己的策略 就說 13元 以下 12.4 其實 剛剛好 這條項線的位置 就應該要 剪輸 誰知道 就真的好壞不壞 他又真的打穿了 那條項線之後 就做了底 然後 才抽上來 沒有辦法 老實實 我自己的投機心法 就是想著 我買100次 總之我有60次 40次錯 中的時候 中大邊錯的時候 就跟足情況止蝕 其實輸就不會輸得很金 都沒有辦法 都要止蝕的話 就真的要離場走了才算 但如果你說現在 看回那套型 其實都漂亮的 不過我暫時就未見到 有任何Triggering Point 所以我自己就未必買 為什麼我那時候 會在這個位置推介呢 因為他一支羊竹隊 都上來 其實是一個Triggering Point 還要破了阻力位 其實真的有靈想 我那時候就追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今天還要開了一支大音竹 坐下來的時候 成交都還要不小 那我自己的看法 就可能先hold back 一點點 那我下一次 什麼時候再進入呢 我就真的要等它 穿掉這個頂子的時候 我自己才會再考慮 那現在這段時間的話 我自己就會覺得 對這隻東西 就未必做太多事情 然後 還有上次你也有說過 另外一隻 老坑哥 是不是九九二 哦是 聯想就拖來 拖來 拖來 小小拖來 小小拖來 都不覺不覺 都上回100天線了 如果是SMA這樣算 那就是 之前說的時候 大概是 應該是走第一棍的 但還在這些位置 應該是五元 五個一二 那時候曾經說過 如果可以的話 有幸 你就 五元 附近 甚至乎 低於五元 就買一些Core 那就OK的 如果 各位 都 各位 好彩 托大家 熊福有買 那現在應該都OK的 大概 我看 應該大概 都有一倍 差不多 因為始終它 有時間測試 就一定沒有那麼快 不過 這一隻 都是 例如 現在的形態 都是走一棍 升之後 都會 橫行一段 例如 幾天之前 升了一棍 到現在 一百天線 都是頂住的 理想的形態 應該每一次 橫行時間 應該會短於上次 一點 所以 其實 理想 現在都橫行了四天 也希望 下星期 可以再繼續走 如果 我們之前所料 之前也有說過 其權策略 雖然大家是各思各法 我看回一些 網友 有些 買窩倫 買窩倫 也有 買證股 也有 我想 如果 先說證股 證股 既然 如果都上到這裡 你本身都有貨 坐著好些 坐著好些 都是這樣說 既然五元 五元 左右 買上來 起碼 都下回 現在快 都一定要跌穿這一枝 對 跌穿這一枝 羊竹底 即是開市價 對 開市價 即是5.15元 你真的要有成交地 打穿 1.5元 才好投降斬 才走人 否則應該繼續拿著 如果你說 渦輪就難說些 但如果你說其權 基本上鼓勵做法 因為其實如果現在 還有拿著在手 多數應該拿著 都是行使價 可能五個半 甚至乎 五個七號半 那些 那些期權 視乎8月 9月 現在這一刻 就不是很建議 駕駛8月 仍是價外的 極權 即是價外太多 譬如 如果現在駕駛5個七號半 就有些機會 會變費 那 如果是這一種情況 就最好減些 起碼拿回本 那剩下的那些 有它飛 那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本還沒拿回 就要減少 8月 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下星期一 回來 開始 將它們轉到9月 這樣就會比較穩 因為其實現在 這個也是看 長期作戰的 因為你看到 打到底下 其實大立馬都走了 兩枝羊竹 都走了 大概有一成半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四個九星 四個九星上來 都有一成多些 所以其實都 不可以在這個位置 太過速之速決 即是你想一日升兩成 那些個案 就未必會這麼容易 但是因為故事仍然是 行業 或者叫做我們看好 即背後說 即是新興市場銷售 那樣東西 也有些機會是繼續復甦的 所以就可以想想 如果大家有留意 近來都是新興市場 亞洲那邊的各樣股市 和投資氣氛 是明顯好一點的 所以都還可以繼續看 即是我覺得都還可以 好 講回我們回正題 不是經常都認知 我們不要再懷面過去 是的 我們不懷面過去 我們只望將來 我看現在都開始多人 對 我們開始講回未來 快點進來 有些什麼朋友還沒進來 講未來 最重要是講明天 明天 明天當然是八十分天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那上次第一次直播 我就開壞了頭 就帶了一些數據回來 就看到大家的反應都很熱烈 那這次我又要展示一下少許數據 又要展示一下少許數據 其實這個是什麼 大家之前應該被黃金交叉 在小腦 那我當然不會講黃金交叉 大家都已經看其他地方 已經看到黃金交叉 那我為什麼要講呢 我今天來 我就帶了少許數據分析 就是講回國企指數 一套升穿250天線的study 大家應該記得 之前我說過 這個行指升穿250天線 是一個挺好的直播 那市價都差不多 接近半個多月了 那在國旨滯厚了那麼久的時候 今天 不是今天 應該是四日之前 四個交易日之前 大概是 你讓我找個數據 8月8日 對 在8月8日 他終於升穿250天線 而升穿那天的時候 那個點數是9276點 那 其實這個有什麼indication 這張紙其實就是 國企指數 升穿250天線以來的一個數據 又是那句 給多一點點讚 放上網 大家分享一下 有讚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分析呢 你會看到這張紙特別長 還有很多個位數字出現 那個位數字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假突破 簡單來說 我升穿了一天 250天線之後 就已經剩下來了 那其實那些假升穿 假突破的那些 絕對就不是我們的focus 為什麼呢 我又篩了另外兩張紙出來 為了方便大家解凍 一張就是 升穿250天線 真的很多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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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呢 其實呢 這兩張紙就是 升穿了250天線之後 國企會走多遠 走多久 延續多久 那這一張呢 就是50至100天 那這一張就是100天 那這一張就是100天以上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如果搏得大浪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搏這個 升得多過100天的大浪 你會發現到 你會發現到 其實呢 我們先看這個 Jano的圖片 你會發現到 它升穿了250天線之後 紅色這一行呢 就是 當它升穿了之後 它回調的深度 到底有多深 究竟要捱多久 你會看到 真正的大浪 例如這些綠色的指數 真正的大浪 其實呢 它是不會比 這個升穿當日的點數 它是不會比 升穿當日的點數 回多過某個百分比 你看到每一個深色的綠色地方 它其實旁邊 因爲沒有跌穿 沒有跌穿 對 因爲跌穿0.幾個百分比 AIDA 可能也是沒有回過 跌0.18個百分比 那也就是沒有回過 你看到大部分的大浪 都不會回低過 去升穿當日的點數 的1-2%之內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我們 要駁一個大浪的話 那有一次 有247天的這個大 升穿了之後 就是2009年 升穿了250天線 開始點數是9600幾點 最深就 回多過9600幾點 回了2% 那我們的策略就 呼之欲出了 就是我們其實 在接近去升穿的 那一個價位 就是9200 去買入一些國企指數的成分股 甚至乎 我們剛才在討論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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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隨緣 這些隨緣 大家看一下 你問得多 答得多 如果真的 駁得到的話 那你隨時 是駁得到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大浪出現 是一個大游市 是說 有隨時 四五成的升幅 你說要駁得到 零五年升三倍 就是 負負何求 難又難一點 但如果 走回2009年 就是2014年的那個 trend 最多的都可以駁得到 差不多四成的 return 指數上面升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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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股上面 就真的升到爸爸 對 如果你想的話 但這也是一個直撥的 因為其實 很難得 現在 現在香港 其實沒有幾多 會 會 大家說 鼓竅的 會 好像80號輕一樣 拿完數據分析 很厲害的 做了BAD TEST 這些真的 平時收起來 都不億人的 現在做 你看LINE 你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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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成就升幅 即是 即是 你9200點左右 至少可以駁得 各自升穿一萬點 你講到升穿一萬點 其實很多個股 已經炒到飛天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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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有一個好處 正如 很多 基金 大戶的做法 都會這樣的 就是 如果你 想著 認為現在的市場 假設你有一個方向 是想著看照片 但 你是有些 其實 其中一個方法 通常 就是 我們叫做 先買期子 後買貨 就是 你用期子的方法 即是 你用國旗 或者 用其他期貨的方法 先買上去 如果市場 就是跟上 首先 你已經有一堆 即是有一堆 在贏 你便可以 繼續坐上去 是的 就可以坐得穩 第一 第二 就是買貨的時間 也比較充裕 你不用 嫁追得太辛苦 追得起咳 所以 咦 有一樣有問題 對 有沒有統計過過去的星市中 恆子和葛子的 correlation 其實 這個我沒有編出來 不過 我今天 都已經做了這個分析 為什麼 因為我也很有興趣 知道 通常先升穿250天 到底是先先 恆子拉葛子 還是先 還是先 到底哪一種 的拉法 其實它的升幅 是比較厲害的 我可以初步地回答你 其實在01年打後 其實兩者 都各有先後 各有高低 即是在00年頭 即是00年至07年 通常都是國子先 過恆子 而帶動市上升 而例如 你見到 在這個數據 國子在2005年11月 上升了差不多三倍多 連續升了543日 中間沒有斷過 甚至恆子 在差不多時間開始升 中間都有跌穿回調 250天先 反而國子比恆子還硬 但這種走勢 其實在07年打後 都改變了 就會變成是 恆子先帶著國子去先 於是你會見到 在07年打後 恆子升的幅度 和國子就會開始接近 大家都可能說 升四成左右 即是恆子的數據 沒有在手 不過07年打後 那個correlation 就反過來 由恆子先帶動 始終 可能07年打後 大家對於 國企的信任程度 就一來弱了 即是大家 沒有那麼容易相信 大陸 轉回這個數據 還有 另外一件事 我想 比較容易理解的 就是 你看回A股的圖 都明白了 其實A股 在07-08 應該是做了 真的 很大頂 但是 之後 其實沒有再破過頂 就沒有再破過 我想 其實今次 究竟是哪一邊 帶動 因為其實 07年分水嶺 之前之後 就是 國子大 恆子有試過 恆子大 國子也有試過 我想今次 如果是誰走誰 其中一個參考 都是A股的走勢 都有關的 雖然 現在這一刻 就是說 上升指數 你要破6,000 當然不用想 但是 其實 我也有另一個參考 就是可以看回 一些老牌 在A股內 老牌股份的走勢 其實有些機會 上升就很難 會在短時間內 破6,000 這個頂 但是一些老牌股票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有不少 都不是真的距離 Historical High很遠 這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但是 這個有些機會 可以下次 做少許功課 再講多一點 那 那 我都 你怎麼看過市場 我有講一下 我自己有看長期看好的 短期 我先補充一點點 就是 我自己見到 國子恆子也好 RSI也好 都去到70 這些位 其實近期來說 是比較強勢的 老實說 我又不覺得 它不會穿到70 其實簡單來說 我覺得它有機會穿到70 就是還有幾棍 可能搏上去 但是 你說去到這些位 現在再去沖浩市 去搏好不好 我自己的做法 當然是不好 這些位當然是扯戰扯退 有得吃 先吃了 先拿盤 拿完盤 之後有些什麼 就瘋了 我瘋了 我瘋了9月 我繼續坐 我可以 我就算吃完 我覺得自己走位很厲害 我走了再進入營 都可以 如果做不到走位厲害 那就吃了瘋去下個月 或者買正股坐下 都不錯的 但是你說中場線來說 我依然繼續看好 好 至於我的看法 我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 首先 很關心 就是你現在 我們在說話 這一刻 你手上有貨 在手 有跌 或是你一猜都沒有 如果你一猜都沒有的話 其實就 沒辦法了 在這些位 說得難聽一點 如果 就算 下個星期一回來 下個星期一回來 就升到一千 那你都沒有辦法了 那你 都不會追 對 都不會追 唯有 唯有 認為 第一個 上車的時機 錯過了 只能夠 沒有辦法 一定要駁回條 其實這個 跟我自己的看法 都有些關係 我就會覺得 其實有機會 在短期內 有一個大的回條 有這樣的可能性 如果有這樣的可能性 假設你一猜都沒有在手 你就可以在那個時候 視乎你心水 自己看好哪些 就可以買些 都可以跟我們 剩下的 會有說少少的 那這個 如果你本身有貨在手 我會建議你 手上沒有什麼 沒有那麼乾 即是非衍生工具的東西 就拿著 寧願坐著 不加 不要加 但是 不要加倉 但是先坐著 那些貨 那當然 平時可以指示照 那這個 就是規矩 你不可以 亂按了 止漏 不去 我不管 那這個一定不行 那 但是 這段時間 就有個說法 簡單一點 就叫買定離手 就很忌諱 你看到現在 最近日升日跌 整天都 早上升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就破 每次升的時候 就在那裡引起 你好像破頂 破頂 你買完 他就回回去 你每次都被他這樣坐 你一來就消耗了你的資金 而你這個人 就會搞得心理不平衡 對 到他再有些激烈些 的動作 你就會應付不到 所以我建議 首先 第一 有貨在手 就照坐 不加算 除非 你很不幸 你拿著那些 譬如 二三 世價股 我們之前都說 不建議 拿太多世價股 除非你是那些 那些 否則 一般大價股 就照坐 第二 如果你手上有衍生工具 尤其是8月期權 儘快去9月 就不要繼續持續 因為這個月本身已經升了不少 其實這個月無論大市 和不少股份 升幅已經去到一個月 正常來說一個月的中位數 已經去到中位數 或以上 如果在你現在這個時間 你還拿著8月權 在手 尤其是你那些8月權 如果新開的話 其實很有機會免費 所以就不建議 但是 剛才9月 有一個例外 那個例外 是我自己選的 就是我選380 我仍然覺得 380可以買少少 8月的價外權 準確點說我會選280 買少少280 這個純粹就是 駁一些 即是 叫做event driven 就是駁一些 可能月尾突然間 一些人會先黏 就算不是 因為現在說的 雖然大家都覺得 基本上都是亂來的 但是亂來得來 Marketforce會升的 也算是有藉口 你不知道它會不會 在短時間內突然間 升穿很多 因為以前也試過 一天升50元都可以 那 用少少駐馬來搏 為什麼選8月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它槓桿有高 以及你只要拿這小小金四袋 其他就輸了 就算 即是 其他 只拿這小小金四袋 就算 其餘那些 你就不要 買權了 其實計算數 你就更好 好過你一手 然後 一下大調整的時候 你就 掉落了 甚至去磨 你也很糟糕 對 因為380 其實 我也很認同 你本身的Event driven 看法 我自己之前也做了少少 Historical volatility study 又是那個 我 忘記了 其實 暫時又有圖 可以先看著 其實 黑色那條線 就是它的 volatility 藍色就是它的 股價 其實你會見到 Historical volatility 現在都接近歷史低位 對上一次接近歷史低位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 上年大家有目睹到 大時代之前 它正在磨三角 其實現在380 都正在磨三角 如果技術形態來看 那昨天就 這一天出業職 然後抽了棍 今天又回調一點點 那三角的位 大概在這裏 這樣上下 就是那個scale 的問題 那如果你說 薄一點 軟價 210元的 大概都是 5%至8% 左右的價外 我想 5-8%左右的 一些選擇 其實如果 Historical volatility 真的有機會 抽上的話 是絕對有機會 倒價的 那如果你一倒價的時候 這些幾毫子的東西 就一聲就變成幾元 那你又說 今天收的應該 210元 8月call 應該1元 1元 還是9毫多 9毫 1元 用這個方法 令到你 即是 在職業的 期權 的exposure 盡量減少 但是如果 原來 萬一發瘋 你都不至於 走掉 那還有最後的 就是 最後一點 就是 如果你本身都已經 買到有些多了 真的好像小弟 今天 就 又害怕 只錯不加 又覺得 跌下來都有點害怕 因為其實 以前 都曾經有試過的 這一類 叫做 不要說牛三 現在都不知道 牛N 但總之 以前有試過一些 很快的單邊升市 之前 都會有一個深的回調 其實參考過幾次 你預預約 大概800至1000點 調整 就是恆子 是不奇怪的 那 如果你要防止這種東西 那有什麼做法呢 其中一個做法 可以做 就是買一個 的 我們所謂的 debbit 或者所謂的 pust back 那 就 在這邊 可以過來看看 那 這裡 那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 做什麼 我建議做一個 八月的 那 就是 22,200點 的 浪 浪 然後 然後 就 21,800點 的 那 它 配合 就是 現在 收市的 口 就是 浪 就付出 101點 然後 然後 就 45點 收回 45點 大概 成本 大概 60 但其實 實際上 今天 做的 應該 一般 都 五十多點 就應該可以做到 那 這個 好處呢 譬如你當作 做兩套 即是 五千多元 其實這裡 就 可以 幫你 做 Hedge 這樣 萬一 市場 在調整 那一刻 真的 很厲害 假設你 今天 收 我們應該收 227 227 左右 為什麼 選擇22 到218 就是 22開始 基本上 已經有得 然後 然後 218 如果全部進去 就收拾400點 那 如果你兩張 就是 四萬元 那你用 五千元本 最多 就可以 有四萬元 即是 賺三萬五 那 三萬五 假設它這樣 應該 足夠 第一 就收拾 第二 就足夠 對衝 手上拿著貨 這個就是 心理作用為主 因為 令到你 心理平衡 對 心理平衡 你不會經常見到自己的倉 突然間 狂跌 然後 很害怕 就要斬 因為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斬完它便會升 那就不要 不抵 所以 策略 我大概是這個 還有 這一點 也補充一點 其實這隻有大有小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倉位去計算 剛才 老坑 他說的那隻 就大的 恆子期權 五千元 博四萬元 如果用小的 恆子期權 就除了五 一千元 博一萬元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倉位 可以預算 如果跌到二萬一千八 我的倉位輸多少 輸得大的 就買得大 輸得少 就買得少 對衝 都穩陣的 好 那 至於 也有 有些朋友說 問 即是說 旗權不懂 那些 我今次就 承諾會說少 旗權 但如果你說再複雜 那就是 看大家呼聲 如果呼聲再高 我們還有一個 真正的專家 香港真正的旗權專家 可以下次 下次邀請他上來 客串一下 我們的兄弟 最強的旗權專家 香港 最強旗權 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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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有四個字 說得這麼明白 好 那先說一下 你推什麼 推什麼 你今次有什麼看法 我現在都在挑 好 那我先說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 好像很沉 那 承接上次的說法 其實都是說 覺得 有機會是 中港股市好一點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人們開始 有個炒作故事 覺得大陸 可能 最少 在消費上 會好一點 所以其實上次都好像隱隱苑 我記得應該在這裡也有說過 就是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相關的東西 譬如 一些消費相關的 譬如 九指 譬如九龍指 今天都OK ホ 水段 雖然唔 還不是 Stand in 下 其實我是很喜歡という幾個 所以我再想說到 煩擾emu 老實實 其實你 mercado 有上升軌,這裏有一個 Supporting Supporting 都是 6.1 度,而一個價位是 6.5 如果我現在這個位置做,至少有兩個位置做止蝕 一就是跌穿上升軌 大家打算少少地搏的話,我設 6.3 去做止蝕 其實都是輸 2 毫子 但是我一搏到破頂的時候,又是說另一個故事 如果大家又勇敢一點的時候,我 6.1 去做止蝕 我都是用 4 毫子來做止蝕 駁到的話,又應該隨時駁到 5-6 毫子 那你 1 賠 1 又可以 穩陣一點,1 賠 4 還可以 所以我自己又喜歡分蝕 通常有些朋友會喜歡突破了之後才追 那我就覺得突破了,通常一枝羊竹爆上去 會讓大家追到貨 那就說回基本面的事情 或者說回這隻故事,為何專門提起這隻狗子 因為之前我都在其他地方有說過的事情 簡單來說,銀行就是百業之母 如果說零售或消費股 那指業就是消費股之母 因為基本上你買什麼東西都好 即是手機、鞋子都一定要包裝紙 那九指和李文兩檔就是2689 就是九指 2314就是李文 你可以看一下兩個圖 對了,李文的圖都差不多 這兩個圖都是全地球做包裝紙 差不多都有七八成的 所以他們的走勢和他們訂出來的紙架 很有參考性 最近我也有看過 有些報告說過 覺得接下來的一季已經有指價加的 其實為什麼人們覺得紙股會升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指價 但是無理喇沙,為什麼會突然升紙呢 一定是需要求增加的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作為一個參考 就是如果我們剛才也說 譬如九指一樣的 六個五毫半這些阻力位 如果這些位都可以升穿可以去的話 那就是說應該就是消費股的概念 尤其是大陸 因為其實你現在都不會有人突然間 即沒有什麼國家的人可以 只能引起大量的消費需求 只有大陸買買買買 即是說它的爆買應該會繼續在大陸裡面爆買 那如果升得穿和繼續走勢好 那應該的消費會好些 第二就是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些 你也知道大陸內需股業績 近一兩年都是頑皮的 但是有沒有辦法頑皮中之餘 那些人肯買上去呢 那其中可以說一下近一隻就是 哇大家一聽就覺得你都瘋了 嘩嘩嘩 嘩大家好多提 真的好多提 即是李靈就品牌相當不行就先不說 然後銷售又不行 體育用品又庫存多 總之就一片爛地 那還要再加上它有些小小小的自己的問題 但是你又看到呢 老老實實 那你又 剛剛呢 今天你看到這一棍出現業績之後 因為昨天收市 已經又昏昏了 對 就出業績 收市之前已經 已經昏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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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兩棍 那這個也是一個挺 當然啦 這一隻股就比較奇妮的 或者比較怪誕的 就是要加獎之刃的 但是就 都可以作為一個 參考指標 對 就是說 喂 這麼難的公司在大陸 這麼難的公司 都可以翻身 那就是可能其他那些 大家可以看好一點 舉個例子 361到 對 其實361到半年圖 都還未破頂的 我今天就捉到一隻1368的 都是和你這個故事 對 同一個 特步 特步就可能圖會更好看 技術分析也是 對 又是這裡分析 特步有少許 這個是一種 另外其實還有一些 可以說一下 這個純粹是化夢的 不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 其實有機會會出現的是 對 百禮 其實百禮都不覺不覺 原來上升到200天線 樓上 而且 這個也是符合小弟的風格 很喜歡選擇有奇緣的 這隻也是奇緣的 百禮 即管可以看看 當然 如果真的想買的 現在已經是9月了 不要選擇8月的call 做法可能 現在的位置可能是5.75元左右 可能是5.75元那些 那些 那些 九月call 買少許 試一下 但是 似乎的情況 有些 有些機會 還有 這件事 就看回環球股市 都不只是 都不只是 中港股市 是零售 零售銷售股 那些 好一點 其實去到 譬如美國 都是 都是有少少這個情況 那些 衰了很久 都自己 無緣無故 有些錢 肯買回去 所以這個可以看看 那就 好 那 那我自己今天 其實都說回 兩隻 未必有奇權的 其實有奇權的 我自己有一隻 我覺得 中場線是OK的 不過那隻 風險高一點 或者下次 有機會再說 那今天 我覺得 始終自己看市場 可能會有一點回調的話 我也不建議 現在這麼快 又進入去做 做奇緣初刊主 嗯 那我其實第一隻 就說回 861 自己在Facebook 其實都有講過 這隻 那我 有些人就問我 是不是因為炒 那個 收購那個故事 那我自己 就不是的 老老實實 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說 是看回它的技術形態 那 那 就是不要看這個裂口 那個都是因為 消息的問題 那 如果短期來說 其實 可以數回這張圖 好像比較熟悉一點 對 那 你會看到 它這裏 是做一個 好像 小小圓底 其實 理論上 是做一個三角形 那它突破了一點 之後 你會看到它 開始有一點回調的跡象 但是 那個MACD 其實是帥仔的 還未擴散的 這個MACD 其實還未擴散 那我自己 在搏 就是搏 它一升穿了 這幾棍的阻力 之後 它回調到這些位置 那 而MACD 也沒有做到一個紅叉的話 那 它應該是可以大爆上去 七個幾的位置 那 老實講 這隻東西 我都自己都被它中過一次 就是我這個位買 它 震走了 20天線 我後來都跳回到這輛車裡再買 暫時有你幾棍的 profit 我現在差不多都回到6.4的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 是一個很安全的水平 為什麼呢 又是那句 我6.4買 其實只要它 因為它之前去到這個頂 就已經受不了 回來了 如果它真的跌穿這個平台的話 我自己都會做一個Cut Loss 就搏去 去到之前的高位 可能7.3 那些位置 那 如果說幾毫子 就是搏一個多 長久下去 我如果中到的話 都會 都會 都會有一個叫做正的回報 所以 我就不是說 單純地看一隻 錯和對的東西 整個 整個package 這樣看 那其實無毒有藕 另外一隻 又是有8 有6 和有1 其實自己都做了少少816 其實就是華電複身 那 基本因素 就絕對 不是我那些去講的 基本因素 就是要找回老坑兄 我自己看這隻 也只是在看技術形態 老實說 這裡一直坐下來 這裡 其實是打在底 而打在底的同時 有些像992 就是一浪高於一浪的上巾 如果看這幅圖 就更加明顯了 如果我們看這幅圖 其實是完全在打在底 如果我們看三個月圖 現在剛好去正了項線的位置 就算六個月 都是在正項線的位置 為什麼我又會減到項線的位置 都是那句 分溫 方便 我一破到項線 我隨時已經追不到 一上去 已經上去 2.1 2.2 那些位置 至少都一成星幅 你說要剪輸的話 其實更簡單 因為它現在的SMA 開走不了 可以了 剛剛剛才展示 它的SMA在擴散 10天、20天 和50天都開始越來越大 那是正確的出現 而且它也臨近250天線 若然對穿了 其實它也可能會有一個大trend 到時的目標價 就不止是2.2多 2.5的位置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又是用1.5多 去駁去1.2成的星幅 那我只要剪輸的位置 暫時都放在1.9 那我就在駁去2.2 2.3的位置 那度假之後就再算 那今天可能暫時就看看這兩隻先 好 那就 都很多東西 不覺不覺 原來都說了 那 就 因為今天 今次就 也有少少抱歉 因為今次開始得有些說的 我想就應該沒有太多人問到問題 我們都長氣了一點 對 今次都長氣了一點 那不要緊的 你今次看了之後 如果有些什麼 我們如無意外 只要有時間 我們盡量不定期 不定期都會出來說兩句 那大家如果有些什麼 平時想到的 就在我們兩個的項目 就可以留意一下 是啊 那我們搜集了問題 還有其實我發覺 我和老坑兄都是輸蟲 都是輸精 我發覺我們 其實剛剛第一次去到老坑兄辦公室 我都看到 嘩!這麼多書 馬上已經問他自己有兩本回家看 其實我們一路都想 可能找些機會說一下書 就是愛輸蟲會贏 沒錯 沒錯 愛輸就不會輸的 對呀 愛輸是絕對不會輸的 我都發覺 所以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書 有些心水 有些什麼興趣 有些事情想問 或者大家對什麼投資書 有興趣 都可以在我們兩邊 都可以說一下 我們如果有看開的 都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對呀 當你又可以先聽一聽 還有最後 剛才有位網友都很有心 問問我們吃了飯沒有 很餓 對呀 是未吃飯的 我們其實是很餓的 不過就是 7點 即是我們選7點的時間 開開 都有點方便自己 但是大家都可以給你意見 如果你譬如 這些時間真的不行 你有什麼 會覺得好的 就可以方便提供一下 我們都絕對樂意聽 意見 還有會 會有些 對呀 即是我們都想多一點 interaction 最重要是多一點 like多一點share 有like有share有comment 就是朋友三寶 好 今天就 暫時是這麽多 我們看看 可能下一個星期有緣再見 沒錯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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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 去抓契暴龍吧 拜拜 拜拜